臺北需要一個再次的改變 我要請大家想一想 過去二十四年來 國民黨在臺北市長期執政十六年 國民黨政績好不好 相信我們臺北市民心靈有數 這也是為什麼二零一四年 大家選擇終結國民黨的長期執政 真實克文正做市長 因為臺北的發展不能停滯 首都不能一成不變 但是八年過去了 八年後的現在 大家對臺北市一定有更高的期待 各位親愛的臺北市志民 我們又有再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 我要請大家想一想 我們要讓臺北重回國民黨執政嗎 民進黨的執政縣市 無論軟硬體的建設 人民的照顧都不斷的進步 許多市政表現都得到五星級的評價 臺北也需要這樣的進步 臺北的發展不能回到過去 更不要回到只靠基本盤 不靠努力做事 就可以執政的城市 這對城市的進步和發展是不利的 大家說對不對 有主角還有進步 請大家給民進黨一個機會 這一次歡迎民進黨做做看 城市中會全心全意 為臺北奉獻畢生風力的市長 他一定會對這一座城市 帶來更好的改變 選舉進入最後一週 我知道很多朋友很焦慮很緊張 我要告訴大家 化解交流的最好的辦法 就是趕快去拉票 化解緊張最好的方法 就是趕快去吹票好不好 我們今天現場總動員 不論是當面說 打電話還是轉LINE 我們每一個人 每天都要去說服身邊 還沒有決定的 還在猶豫的親友 把我們支持城市中的理由 告訴他 讓他再告訴更多人 大家說好不好 為了臺北 為了臺灣 我們一起再拼一下 一起再加一把劍 把城市中的支持 通通飛出來 票票通出來 就業後的勝利 一定是我們的 臺北一定會更好 臺灣也一定會更好 大家知道好不好 我也要告訴今天現場 戶籍不在臺北 但是在戰友途書 工作打的比較不用 請你放心 城市中一定會幫你 把臺北變得更好 這裡由我們來自 也請你一定要回家 讓投票 一起為家鄉 為臺灣 挺身而出好不好 挺臺北的力量不分散 挺臺灣的力量更緩結 請大家 即便拉票 開票 付票 十一月二十六號 那我們一起秉身而出 一起迎接 最後的勝利好不好 祝福 謝謝大家 謝謝 恨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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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主動